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新潮民频道格仔 Santino 郭靖彤 今天我们就要说从中国近代的国际地位大提升以及外交表现 在被美国打压的情形下处于被动的中国 原来就是暗藏着一套属于我们中国式的谋略 已经由这个所谓的被动在不知不觉的情形下化为主动出击 中国能够成功利用到美国的条件反射式打压 来借力打力去到化解之余 还能够一步一步实现到自己的战略目的 关于这一套这么高深的玩法 从前我们是不知道的 但是从现在各方面的表象看上来 那个成效已经是逐渐浮现到了 而这一套这么高深的谋略 看来就并不是像美国之流的这些国家 是能够看得明白个中的道理 虽然美国一直以来都有谋略家 来到大范围研究到中国古代的这些谋略学说 但是看来真正懂得用的始终都是发明他的中国 那究竟这这么高深的谋略 是如何一步一步实现出来的呢 中国又如何靠着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 来由被动化为主动呢 稍后回来我们就会详细讲一下 再继续为大家报道就是最近一个国际民调的组织 就指到全世界32个主要国家 中国是排第一全球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 包括的却是民主大国 为什么今天民调出来的呢 西方世界都居然做一些说好中国故事的民调 去年也有一个民调就是美国那边 说到全世界最信任自己政府的国家也是中国 反而那些所谓民主大国也是包了尾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们就要引出自由主义和一权独大的国家来作对比 也对比了发展中国家和以发展国家的深性对比 但是能够带出的就是西方世界 就是有劣质民主的弊柄 CGTN中国环球电视网最近推出了一个重量级 一年六集的节目一年六集讲美国的民主弊柄 系统性的问题甚至怎样影响全世界 违和全世界 六集每集一个主题 全部都是重量级的主题 新潮民在这里 就会为大家来介绍六集的节目 来介绍大家一定要看 看完之后 你就完全了解到 西方的劣质民主 错在哪里了 再之后我们就讲一下 政府就电动单车和滑板车 就展开了立法工作 研究一下看能不能安全使用 而据有关消息所指示 如果成事的话 最快今年年底就会合法化 但是这类型的电动产品 如果规管得不好 会是我们社会中 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我们回来就讨论一下 现在初步展开的研究工作里面 关于规管这些电动滑板车 电动单车的规例 又能否让这些产品安全使用呢 在节目开始之前 先做一点呼吁 新潮民现在正在招聘 具有影片制作经验的人士 来加入新潮民的制作团队 来帮忙处理平时的影片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请联络这个WhatsApp 92990738 再说一次 是92990738 全职或者兼职也可以 在这里欢迎你们的加入 另外的就是新潮民就会决定 在礼拜三的时候 都会搞一个 晚上的直播 这个直播的时间 就会是晚上的9点 到时就约定大家 坐定定 在礼拜三晚见面 在节目开始之前 提提大家 请做齐新潮民三宝 还有的就是 分享 赞好 留言 订阅新潮民频道 新潮民2.0频道 和我们的Facebook专页 接着来就要说 究竟中国在近年来 好像在形势上 每次都被美国 牵制着 处于被动状态的时间 其实已经是不知不觉间 中国已经化被动 变为主动出击 表面看上来 即使到今天 中国依然看似被动 但实际上来说 这个战术 已经取得巨大的成果 由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期间 所表现出来 让我们看到的 原来中国的这一套战术 的确是相当深奥 相比起 美国每次都说到制裁 打压 以及霸凌 其他国家等等 这么粗暴野蛮的手段 中国的谋略 仿佛就像一个 四两拨千斤的人 看来这个方法 美国永远都不能够解读明白 究竟中国 怎样能够见招拆招 借力打力的情形下 能够做到今时今日 已经在外交舞台 国际 以及世界影响力 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就 究竟是怎样做到的 以下来 我们就来慢慢去探讨 从新闻片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期间 法国就和中国签订了很多 大大单的交易 这些订单里面 就不是好像那些人说到 一面倒 中国来拿钱 买盟友的说法 完全是错误 事实上来说 来自法国的企业 又或者来自中国的企业 都分别 是签到各自 所需要的超级订单 当中就以 法国所占到大股的空中巴士 以及 中国的代表 中船公司 就在今次 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的时间 都签着巨型订单 以空中巴士算 就签署了160架 由中国所买入到 这些空巴的订单协议价值 总共是 200亿美元 而中船也和法国的飞达海运签署了 16艘 超大型的集装商货船 总价也达到210亿人民币 所以可以说到 其实中法之间 双方都是赢家 真是能够做得到 从场面 情面 以及骨子里 都有一个 实质的进步 是走出来给我们见到的 而与此同时 中国的 外交部长秦刚 亦都在北京见证着 沙特的外交大臣 以及伊朗的外长 来签署 重新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 在这个签署的时间之后 三国 也就是中国 沙特以及伊朗的外长 就来到一张大合照 中国依然站在中间位 在这个 我们从前不太认识 突然之间中国的国际地位 为什么会变得那么厉害的时间 中国的外交地位可以说到是 大大提升了几个档次 就在这段短的时间里面 有一个国家 就看到非常之眼红 甚至认为 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升 以及影响力的提升 他们是一定要打下来 是不能容许这么做的 这个国家 一直都视中国为敌 虽然 从前来说 我们大家之间 都有一段短暂的蜜月期 但是 除于中国 在十多二十年之前 就将这个国家 原先设定给我们的剧本 预设给我们国家的定位 我们中国 一一都去到打破的时间 这个国家就仿佛 好像发了矛一般 就做到逢中必反 逢中就打压 当然就是美国 但是美国的这些伎俩 他这么直接的招式 基本上可以说到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如果不是 都不叫逢中必反 相比起一个 这么幼稚 这么直接的方法 中国其实 看似在美国每一次 进行到这些招式的时间 都是处于被动的状态 但是又怎么想到 其实中国 早就已经 在美国出招的时间 来玩到 声东击西 借力打力的玩法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 从新闻媒体上 看到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 这些画面才走出来 为什么说到美国 其实从前来说 中美之间也叫做一段密月期 要数起来的话 太久的就不数 自从1989年6月4日开始 西方世界又借持打压到我们中国的时间 从当日起往后 就要数多十几年之后 我们中国正式来到去 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时间 那段时间 其实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就比较没那么紧张 原因不是美国好人 我之前的节目也说过 原因就是 连天都帮我们中国 因为当时就发生了 一条狗两条一事件 美国要重返到中东的时间 就在这个因素的情形底下 才计算过 如果中国能够入世 这样 他就可以借机 来从中国的发展里面 赚取红利 与此同时经过美国计算 他认为自己 这一刻是要集中火力 放在中东的事情上 在两者的因素加起下 再加上 其实美国一早就已经 为了我们中国 订造好一个 所谓的角色 美国给我们入世的原因 就是因为 如果按照着美国人 所设定给我们的剧本 继续走下去 美国就能够赚取到最大的红利 因此给中国入世 是经过多方面的计算 而在当时的计算里面 美国在这个剧本的情形底下 是能够获得到 现在他们经常说到的 最大利益化 当然 当时美国设计 能够让我们入世的角色 就是因为美国是想我们中国承担着这个世界工厂 作为供应价廉物美 和低技术货品的这个角色 来到主要供应他们美国市场以及先进世界市场 但估不到的就是中国不单止 是做好了 原先由美国所设定到的所谓世界工厂角色 而且中国也不甘于跟着别人的剧本走下去 如果一世都是做着一些 比较低技术 而且毛利率比较低的代工生产 而不去掌握到真正的核心技术 掌握到产业链的上游 以及高科技的发展 其实当中的结果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中国永远只不过是一个超级巨型的代工厂 整体来说是没有任何前途可言 而且未来的命运 还会一直牢牢掌握在西方世界的手中 所以其实在这一刻开始我们已经懂得到 如何声东击西借力打力 就借着美国原本盘算好给我们的角色 来先踏出发展的第一步 其后到我们发展到差不多时间 第一样出现令美国意想不到的就是 中国的整体实力在不可想象的速度情形下 竟然可以提升得这么快 而且中国并没有按照美国的剧本走下去 还反而将中国的特色发挥到临丽尽 聪明的中国人 漸漸在代工的情形下 来接触到来自于西方世界各种不同的先进生产技术 以及行业里面的核心领域 因此当美国回过头来的时间 才发现到如果再不按住 中国的发展 很有可能在他们美国人 自己心目中的构想底下 会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地位 因此本身在2000年头 都从美国所亲手建立的全球供应链体系 每个国家都被美国分好角色 美国就是那个最终的受益人 这个玩法随着美国极力打压中国的发展 美国就亲手将全球供应链全球一体化的体系 来到亲手摧毁 因此就让我们见到今时今日 美国那些单边的制裁主义 拉帮结派 这些就说要打压你 甚至乎是吓你 又是要断一些供应链 当中的原因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这些都是由美国所改变的战略来的 而当中 我们能够最直接看到的就是 这个第一次 全球供应链 全球一体化 看到瓦解的现象 当然就要数回几年前的中美贸易战 贸易战过了几年 拉手上来也有五年 其实我们今天回顾 从实质的数据可以看到 即使贸易战不多不少都为中国的经济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但如果总体这么计 实质的影响其实真的很小 尤其是近几年病情影响的情况下 其实总体来说 中国的出口已经是贸易生意额都不错 因为我们要加上病情因素 而更加令人猜不到的就是 贸易战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是促使了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以及更加在受到第一次强力打压的情形下 我们就不断投入来自主生产一些高科技技术 将高生产业逐渐升级 因此取得快速的发展 这些其实都是要归功于贸易战 所带来给我们的提醒 芯片的自主研制其实就是一个例子 如果没有美国的打压的话 可能我们中国也未必有那么滴起心肝 来到一定研发到属于我们中国自家制的微型芯片 凭心而论 有时有些东西不迫到埋伤的话 潜力也不能得以全部发挥 在过了贸易战这个阶段 走了整五年之后的贸易战 到今天原来对中国的影响是这么小 反而是益了中国在某些领域上加大投入 亦都益了中国 进行到产业结构的调整的情形下 当美国发现到这样的时间其实已经太迟了 所以我们才看到 有到拜登政府上场 他就主打着 这个两败俱伤的打法 但是有了第一次经验的我们 其实一早已经预测到 美国为了打压中国的发展 是会无所不用其极 而只不过那个玩法 是更加疯狂 更加不理智 中国早就已经想到一个理智的应对方法 自从拜登上台之后 美国所进行到的打击可以说是全方位 从经济 贸易 军事层面 去到政治 再加上 这个舆论压力 不断地向全世界宣传 这个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来大大妖魔化中国 就像这个邪魔一样 他这样做 就是为了积极拉拢 全世界的国家 来一起 联合起来 对付中国 因为有了上一次贸易战的经验 美国发现到单凭他自己 一国之力 是不能够 足以有效对付到中国 所以逐一说一句 在赤抽的情形下 抽不定 唯有玩群抽 就是这些流氓国家 他所想到的东西 但是中国在面对着这样的情形下 不但没有胆怯 而且 还懂得利用到 既然你美国 要大港中国威胁论 来拉帮结派 这个时间 中国也很醒目 我们的领导层能够巧妙地 利用到这一点 当美国不断地宣传到 中国真是很劲 连他们美国都顶不住 很有威胁的 是能够直接威胁到他们美国的安全时间 我们这个时候 就来到顺水推舟 既然美国的最终目的 都是想拉拢其他国家对付中国 我们在这个时间 就可以借用到 美国的免费宣传 来向其他国家 表达到一个信息就是 没错 连美国自己都说 我们中国是很有威胁 实力很强大 即使连他们世界一哥美国 都感到压力都顶不住 这样的时间 你们这些小国或者中型国家 如果得罪了中国 真是走上了一条道路 就是完全靠哪 靠去美国那边的时间 即是等同与中国为敌 如果美国都不能有效对付中国的时间 试问你这些国家 又怎能有效对付中国 就是这样 利用到美国对其他国家 所作出的恐吓 我们就能够巧妙地利用它上来 而做得到在今时今日 大部分全世界的国家 都已经多次表态到 他们是不会站在美国 或者是中国的任何一方 是不会选择 靠哪一站 而且我们中国还補多一句 只要这些国家 不是站在中国的对面 来到他 摆明对敌的时间 相反是跟中国合作 好处就多多 那些国家其实自然会选 毕竟对于这些中小型国家来说 他们的策略 不是想像美国那样 称霸全世界 而去打压中国 很多这些国家 其实是想寻求和平稳定 或者是一定的战略自主 对于这一点 这些中小型国家 他的所求其实我们中国也相当了解 因此 我们才能够成功运用到这个战术 来到 等到这些国家是不受到美国的唾摆 而站在他们那边 大家都看到 中国在被动的背后 其实真的做了很多事 既懂得借力打力 又了解到别人的需求 如果说到了解这些中小国家 甚至乎是全世界大部分国家 真正的需要的话 中国在这方面更加是 做得非常出色 现在 全世界 在这个病情之后 能够做到 经济复苏 和重新发展的希望 其实 所有国家的目光 都已经 放在中国的身上 只有中国才有 一个够强大的体量 以及发展速度 来为全世界的经济复苏 带来一点的希望 我们不需要说大话 或者作大 客观来说 真的没有一个体系 或者国家 能够为全世界的经济复苏 带来希望 而那个不是中国 我真的看不到 在这个时间 如果美国依然 为了自私的利益 而决定 要无所不用其极地 打压中国的时间 其实就等同于 美国亲手摧毁了 世界经济复苏 和往后发展的希望 显然 和整个世界的共同利益作对 而全世界 都看得出 中美目前紧张的关系 责任当然在美国身上 因为美国是主动出招的 大家都看得见 即使有些国家是不说出来 或者假扮不知道 其实在心底里 都很清楚这一点 这样 中国 所给到其他国家的印象就是 恶的就是美国 被动的就是中国 中国反而才是真真正正 想向到和全球不同的国家 一起搞发展 一起和平相处的那一方 因为美国近期的动作 实在太恶特了 明显到根本不可以再明显 傻的都知道你在搞什么 因此也突显了中国 是一个真真正正 在行动上 为世界带来贡献 带来和平的国家 由美国的恶霸行为 就更加突出了我们中国的这一点 看回这次马克龙访华的时候 就已经表明 法国是不会选边站 而是主张着 团结合作 与大国的关系保持稳定 马克龙更加说到 中法双方应共同努力 不应该调入 脱欧 断链的陷阱 都说得很明白 和美国的策略是相反的 应该是开展更多 平等互利合作的机会 来共同应对 类似气候变化 等等的这些全球性挑战 更加要不断深化欧洲与中国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就是马克龙今次访华 所要带出来的主旨来的 其实不要说马克龙 就算连 我们俗称为 拜登的契女 也就是 这个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来恩 这个一直都对中国不友好的人 他来到我们中国的时间 也表示到 欧洲 以及中国 都是互为大家双方之间重要的贸易伙伴 欧洲与中国之间彼此的经济是高度关联 和中国脱欧完全不符合欧洲方面的利益 更加不是欧洲的战略选择 也因此强调到欧盟未来应该要有 更加独立自主的对华政策 欧洲方面是愿意和中方 重新启动 欧洲与中国之间的经贸高层对华 推动欧洲之间的经贸关系 稳定平稳的发展 实施互利共赢 这些都是冯德来恩说的 就不是我们作也没有人逼他说的 当去到连冯德来恩也说到这些说话的时间 其实我们已经可以初步证明了 中国已经能够成功分化 本身由美国积极拉拢 欧洲与中国的这个玩法 基本上已经是可以说是破灭的 亦都能够成功 分开以及提醒到欧洲国家 再这样下去的话 美国只会连你们都蠶食 虽然这一刻你们不能够反抗 或者不能够 摆明反抗 但是 如果一日 都不作出 战略自主的话 一日都不能够 有真正的发展到来 中国就已经走先一步 在现在来说 其实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共同利益 在实际层面来说 是远大于 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共同利益 这一点 其实欧洲国家也都相当清楚 虽然说到 很多欧洲国家都不能够直接说出来 不能够直接表态 但是 在我们拍摄这段视频之前 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就竟然 爆出了一句相当震撼的说话 就在访华之旅结束 踏上回到法国的飞机上的时间 法国总统马克龙竟然说到 他不愿意再做美国的跟班 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 他们的报道指 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法国的专机上接受媒体访问时 就说到 欧洲必须减少 对美国的依赖 顶住美国的压力 不再做美国的跟班 如果说到这么明显 就真是实属难得 也都表明了 今时今日 我们看到这些表象的时间 中国 在私底下的努力 是做得非常之多 所以我们才有一个结论就是 中国开始已经成功分化到 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在战略上我们的确要这么做 因为即使我们中国 是发展得这么快 已经成为了 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其实中国这一刻依然是不能同一时间对付两个强大的经济体系 也就是说到是不能同一时间对付美国 以及欧盟 更何况欧盟和我们中国 有着很多相同的共同利益 来到可以互相发展 更加紧密的合作 又何必要对着干呢 其实真正的幕后黑手 只有一个国家 就是美国 所以我们亦都在之前的节目说到 中国已经是很清楚 未来的主要方向其实就是顶着 美国对我们的打压之余 来到去尽量取代它 作为全球恶霸 解除到这些无理的行为 就是我们未来的主要方向 所以 除了美国之外 其实 这一刻 我们对世界任何一个经济体系 或者任何一个国家 其实都是抱着一个开放的态度 千万不要 被眼前的掩眼法遮盖着 美国这些所谓拉拢盟友 来打击中国的这些玩法 表面上来说中国就好像 四处受敌 但其实 这些所谓被拉拢的盟友 究竟 他们自己心底里想着什么 又是不是跟美国 的共同利益那么相似 反而 不是跟我们中国更加相似吗 因此我们就经常强调到 这一刻千万不要 说了什么锁国政策 自我封闭政策 现在才是一个 切切实实的关键点 我们中国将会改变到 整体国际地位的关键时刻 其实就在这一刻 好了 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功 分化到欧洲出来 就是因为我们跟 欧盟之间 有很多共同的 发展利益 都是一致性的 既然 沿用着中国一直的策略 我们懂得提醒到欧洲 如果再黏着美国 在一条无前途的路的时间 同一时候 就像之前我说的例子 我们都要了解到欧洲的真正需要 就能够更加打入到他的心 这个策略我们一直都在用 而中国又怎样可以 进一步走进 这些欧洲国家的心 当然就是 不可以不提 就是这个俄乌冲突 自从中国提出了政治解决俄乌冲突的方案之后 美国的条件性反射 就是中国要提这个和平方案的时间 他就一口拒绝 而反而是继续叫嚣到 长将一定要继续打下去 美国是直接拒绝到 所有的和谈 反而是要想将战争延续 这一点就是一个分水嶺 打与不打 和平与战争 这些是很黑白分明的 中国现在所提出的和平解决方案 就为了我们站在一个到以上的制高点 而反而突显了美国 说要继续打下去 他就是一个全球恶霸 战争制造者 有他就没有和平 再看回往迹 这些东西全世界都看得见 而这一刻欧洲就是最不想继续战争的国家 只不过是恶于身份和被打压的关系 他不能不听从美国的话 在心底里他很想停 因此 我们了解到欧洲真正的需要 这也是促使了马克龙 赶上那件不请自来的冯德来恩 连他也一起访华的主要原因 欧洲就深知道如果是靠着美国那一套 要不停打下去才能够解决到乌克兰的问题 很明显 根本就不是一个解决方案 从前 西方世界都认为 中国只会一直站在俄罗斯的立场上 来看事情的 例如是无条件地支援俄罗 也就是所谓做到俄罗斯的同盟国的关系 但是 在我们中国的角度看中俄加强合作是一回事 而支持俄罗斯打仗是另一回事 我们是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要站在不同国家的立场看这件事 来作为我们的出发点 当然 还要向我们自身的出发点看 当事情过了一段时间 大家应该会看得出 为什么今时今日中国 都不直接向俄罗斯提供价餐 如果局势不是恶劣到一个点 是俄罗斯即将会打书仗的话 其实我们中国都不会考虑一点 原因就很简单 我们今天看得很清楚 就是我们必须要同一时间 从欧洲的角度出发 如果我们直接提供价餐给俄罗斯 就能够成功 被美国塑造我们作为一个全球恶霸 起码欧洲人是这么看的 相反我们积极地劝和速谈 就被欧洲世界看到 即使连完全不是局内人的中国 都这么积极去做到 和谈的时间 反而就突显了美国之前所宣传到 或者游到欧洲 根深剃固 认为到中国是帮了俄罗斯的看法 是一掃而空 现在中国就是唯一一个 还未直接参与到俄乌冲突 而去到积极表态的五常国家 中国就特意要留到这一手牌 最后在最关键的情形下 才宣布到 劝和速谈的 详细十二条和平方案 其实就像足企一步一步 想过度过 才出招 利用到 为中国创造最有利的战略空间 和时间 大家试想一下 俄乌战士打了一年多了 其实这段期间无形中也 减缓了美国拉拢到其他 所谓的盟友对我们的打压 只要一天这个战场存在 其实他也是无瑕 集中火力对付中国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是如果长期玩下去也是不行的 所以中国计算了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们一定要利用到 美国逢中必反这个道理 在欧洲人 这么厌倦战争的时间 我们中国先提出这个和平方案 美国肯定会 想都不想就觉得 中国 不是俄乌冲突里面的直接局内人 因为美国和欧洲和俄罗斯 甚至乎在乌克兰 才是直接的局内人 但是由中国来提出这个和解 万一被中国成功的话 那就是变相被中国抽了水 占了便宜 起码在美国的角度是这样想的 因此他一定会跳出来 来反对中国的和平方案 也就是要继续打下去 这样的时候 到他开口说到 这场仗不可以停的 一定要继续打 亦都加深了 美国这个坏人角色 以及完全不理欧洲的利益 懒理欧洲成为了 俄乌冲突里面的最大牺牲者 因此 顺理成章地 欧洲国家就自然会对美国非常反感 我们的招式 往往都是 有多重的意义 有多重的因素包含在里面 亦都要配合时间上 来出这些招 从前有人说到 中国的政府体系就比较僵化 在这个情形底下 中国的职人就消失得 无影无踪 其实在这里想反驳到这些 充满歪理的言论 正所谓 江山代有人才出 中国有没有一个 或者有没有一帮 充满智慧的决策者或者领导 从来都不需要你们担心 我就相信到中国历史上 一代有一代 都有很多我俗称为高手的人物出现 从来都没间断过 就算连 说这些东西的人 你自己本身 都是自命不凡 其实骨子里 你都是自打嘴巴的 因为你自己都是中国人 既然你自己都认自己是叻 又何来中国在这样的体制下 产生不了叻人出来 从中国的大战略方向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 中央高层背后 所出招 或者制定到策略的人 是多么高深莫测 其实 回近来说 台湾的问题 也是我们有类似的玩法 同样道理 我们表示 台湾问题 我们表现得越紧张 中国多次强调 台湾问题 是我们中国的红线 是我们的核心 甚至乎近期也说到 是核心中的核心 如果这样的时间 从表象看 中国越是强硬 越是紧张到台湾问题的时间 美国就会加大力 凭着它的条件反射 就要越玩越开心 因为美国就觉得 终于捉到中国的命门 而实际上 中国其实正在借力打力 从近期看 很容易看得出 去年8月的时候 美国的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宣访台湾一时 就是美国这个条件反射 认为在台海问题上越玩越能够刺激到中国的一个举动 结果是怎样 结果我们懂得利用到这个机会 由到我们已经为台湾 收回去的时间 所调新订造的战术 从前来说 我们就没有一个位置 能够去 整套演练一次 但自从佩洛西来了 揣访完之后 我们就能够 一次个 将台省的 北部 南部 东南部 整个 连台湾海峡 都围起上来 来实施到 远程火力的 实弹射击 也从此 所谓的台海中线 完全被打破 结果在往后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 还对台湾省 实施到 经常性的 环岛巡航 就已经把台湾 牢牢的立入为 真真正正 我们能够掌握到的 一个区域 同样道理 几日前蔡英文 去到传访美国 在洛杉矶 看到 新任的美国众议院议长 麦卡锡 其实也是 为了我们创造了机会 演习的内容 我在这两集都说得很清楚 就是以 八个大字 为了今次演习内容的重点 这八个字就是 战备警巡 联合利劍的演习 透过这个演习 可以让我们 检视到 如果解放军要压制起来 究竟能够用几快的速度 将我们平时已经训练开 来到台湾某一些部份的巡航动作 结合起来 能够以最快的速度 围住整个台湾 再加上 派出我们的部队 来到区域 紫外 一些企图 想介入到的 外国军队 就可以利用到这个机会 掩视到我们的速度有几快的同时 也都可以 客核了 那些岛上的 台自立分子 也都可以 打击到 岛上 从前 主流风气的 台独思想 现在台湾民众 都不愿意见到 事情再这样搞下去 昨天我们那集都说了 台湾大部分的民调 都有大部分的民众 所显示到 这个蔡英文 喘访美国 或者刺激大陆的这些动作 完全是多余的 完全就是 既不会提高到台湾所谓的国际地位之余 还是进一步 影响了他们台湾 真真正正民生的动作 大家见不见到 我们能够利用到美国 渴求在台湾搞事的这个战略 就能够借力打力 来到上面解决到 远和硬方面 我们对台湾所使用的招式 其实如果不把大画面放出来的话 真的很难察觉到中国这套高深的战略 时至今天我相信 以美国一贯的本性 他就认为自己依然是全球最恶 仿佛就像一个超级大脑 能够在霸凌全世界的同时 也都是用着一些最直接的方法 例如制裁 军事力量的打击 金融霸权等等的手段 就以为一个最简单直接的直权 就能够搞定对方 谁不知 他遇上的对手就是我们中国 我们中国 最懂得以柔制缸 死两缝千斤 中国在从前 两千多年前的传统文化里面 当时 中国战国时期的思想家 就已经懂得这个道理 虽然美国 很多人士也有拜读过相关的著作 以及有些专门的研究学院 你都研究到我们中国这些 中国的学说和思想 但是当中的精髓 看来他们依然 不太了解 虽然美国都懂得用到 不对称的战略思想 就出台了很多不同的政治和军事举动 来加入到他们的 来加入到他们对别国的打击 但是如果想着 对这些思想以及战略学说 真真正正的始终中国 来发起挑战的话 美国这个徒弟 又能不能够真正战胜到中国这个师傅 未来的这几年 就将会是一个 决胜的关键 到时我们再回顾 中国 所采取着的战术 可以很肯定地说一句 会比这刻我们所见到的战术 以及策略 是肯定会更加精彩 更加令人惊叹的 再之后我为大家报道 就是最近有一个国际民调的机构 叫Ypsos 他做了一个民调 就是说到这个世界 三十二个主要的国家里面 哪些国家的幸福指数最高 就发现 踏入这个2023年 出来的结果 就是 根据一个 由去年 2022年到23年的民调 发觉 有时而世逆的改变 中国是排了 三十二个国家里面的第一 猜猜猜 或者排到榜尾那些是什么国家 猜不到就是 大家 最耳熟能长的所谓的民主大国 但是其实 有这些民调出来的结果 并不惊奇 因为我也会引用 在2021年到2022年 一个美国的全球民调机构 叫做爱德曼 他也有一个 民调出来就是说到 全球主要的28个国家 对自己的政府有最强的信任度 是什么国家 又是排第一的 都是中国 当然 当国际民调有说幸福指数 或者自己的国民 对自己国家的信任度 居然两个榜 都是中国排第一的时候 西方那些政客 西方那些所谓教授 偏颇教授 他们会有一个说法 去自圆其说 去兜的 那我就会跟大家讲一讲 但是其实我说这么多 无论是说 国家的人民对自己的幸福指数 对自己国家政府的信任 是想带出西方的劣质民主 西方的劣质民主 就往往造成 人民的不满足 和人民的对立 还有西方的劣质民主 就是掩饰托塔 来欺骗国民 因为我之后 就会跟大家介绍 一个CGTN 中国环球电视网 这个超级大台 最近就拍了一年六集的重磅级纪录片 这个一年六集的重磅纪录片 就是说美国的民主系统性的问题 以及如何影响自己国内 甚至影响全世界 一年六集 我会跟大家每一集都讲一讲 因为六集里面都是六个美国带来 自己内部 不顾民生 陷他们于不义的手法 还有如何将这些矛盾 推出去全世界影响全球 六集六个主题 全部都是世界性的严重大问题 都是由美国作为始作俑者 我们轻轻松松讲讲民调 国际民调机构 亦普索 是在巴黎的主席 他做了一个民调 2022年12月 到2023年1月 就访问了 二万几千人 这二万几千人里面来自三十二个不同的国家 全球的幸福指数 排第一的 就是中国 中国有91%的幸福指数 有91%的人都觉得 身为中国国民是幸福的 之后就有 86%沙特 荷兰 荷兰也有85% 即是说 排了 榜首名列前茅的 中国沙特荷兰 亚联邮等等 甚至连印度巴西 都觉得自己OK也幸福的 想不到我们把这个合格定去一半 想不到不合格的 排在榜尾的 就有什么 排在榜尾的就有 日本排第29 32个国家里排第29 只有60% 六成的人觉得自己幸福 韩国 还排第31 有57% 排第最后的就是匈牙利 那里有结构性 很多因素 我们不在这里讨论 但是 就是所谓的 民主大国 日本和韩国 这些美国契弟 排到榜尾 那当然不开心 其实他们不幸福的只需要有很多原因 可以加一点 注解 虽然日本和韩国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学了西方表面那一套 但是人家里面那一套他又不学 他又要加上 我们 本来日本人和韩国人 都是亚洲人 都是华夏文化的一份子 如果追完索此 回到几千年以来 他们有我们华夏文化的本身的民族特性和保守 这些东西 不可以硬和西方那边的现代化 硬拼在一起 所以导致他们非常之矛盾 社会充满不同的矛盾 那么美国这个所谓的民主主大国 又排第几 美国也排第十四 美国的成绩也不见得好 所以根据这个 亦普索的民调就说到 很明显就变了 中收入国家 是幸福过高湿入国家 这件事 在他们的民调机构来说 他们看到是首次的 幸福指数 包括很多东西 包括生活 生活上面有什么 生活上面有 子女关系 配偶关系 亲戚朋友同事 等等 还有 幸福指数也包括 吸收知识的途径 教育水平 信息的自由 等等 这些东西 都可以令一个人 觉得是否幸福 而除此之外 大宏观点 例如说社会经济 对政治社会 和 财务方面 爱情方面 体育方面 都是关键因素 令人觉得是否幸福 而很多人 根据这个民调 很多人觉得 最容易令人生感到不幸福 和失望的 就是爱情的波折 和 体育方面 即是说城市人生的太忙 没有时间做运动 令他们不多幸福 可见 社会越现代化 反而原始的人制关系 比如说爱情 伴侣关系等等 还有一个人 对身体的锻炼 健康的追求 这些原始的东西 都是难以 用科学 营养学 这些东西来取代 都是要很原始地 做一下运动 吸收大自然的空气 民调这些东西 我永远就 自己觉得 看看 笑一下就算了 当然我们中国的发展 我们人民对我们国家的信心 这些东西 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西方世界搞得民调 民调很多时候都是某些个别机构 为了满足自己的政治立场 所做出来的效果而已 所以 看下无妨笑下无妨 但是 我们自己要知道自己的事 就是 千万不要像美国那样 国家千瘡百孔 但是要做一些民调出来 说到自己永远都是名列前茅 那就是自己不知道自己的事 另一个民调就是 我想引用的就是去年 年头那时候出来 2020年年头出了一个 由21年底 做到20年年头的一个 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 是来自美国的爱德曼研究所的 这个信任报告就是分了四部分 就是 第一最重要就是对政府的信任度 第二对企业信任度 第三对非政府机构 还有第四对传媒 四方面的综合 那我们只是讲讲大家最刺激的 最看得最过瘾的 就是对自己政府的信任度 排行第一的都是中国 中国有91%的人 对自己的政府 是有 高信任度的 接着就有 亚联邮 泰国等等 都是信任自己政府的 但是 又是 在28个国家里面 最后的有什么地方 就是美国 韩国 日本 澳洲 荷兰 等等 但是大家估不到 就是连德国 都是德国国民 觉得自己信不过自己政府 关于这件事 就变成了一种 社会心理的研究 就多于民调 这么简单 就是在美国那里 很多大学的政治系 和社会是他们都说的 这个很明显 就是自由主义 就会令到 社会上 对自己政府的信任度 就下降 但是 如果这些地方是威权政治 是一正独大的话 他们就会令到国民造成了对政府的依赖和依附 所以他们就会特别信任 这样说 这样都可以 一权独大 一权当政是否 令到国民对这个政府有这个过分的依赖 这是盲目的依赖 我不讨论 这些是歪理 我只不过在这里觉得 的而且确自由主义 就是会令到人民任性 妄自专大 不是生产 都可以几二十八个理由来包装自己 就觉得政府养自己是天经地 而自己不是生产任性 对社会毫无贡献 理所当然 我就知道 欧美国家都是出产这些生物 是盛产这些生物 这是土产 就是令到人民对自己的政府信任度大减 为什么 但凡管自己 权威的figure 他们都不信 他们都要对抗 他们要喜欢做自己的事 懒你自己是否一个好人 对亲戚对朋友有没有尽责任 有没有位及身边的人 对自己伴侣是否一个负责任的伴侣 对子女是否一个负责任的父母 这些一概不重要 最重要是忠于自己的感觉 所谓的自由民主自由主义就是出了这些产物出来 试问这些人 网字尊大 他们哪有资格 来投票 对社会上 什么是有亿 没有亿 他们都不知道 所以就出了特朗普这些人 就是利用劣质民主 善惑人心 只要说些他们喜欢听的东西 够激昂 够嗨 他们听得过瘾 够自我感觉良好 他们喜欢自我感觉良好 你就给他们多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东西 那你就能取得票 有些人就会玩这个游戏 所以其实我自己个人 我一向很欣赏特朗普 特朗普的存在 就真的是在任那几年 踢爆了 读爆了 西方世界很多 问题 但是也可以引申在社会经济里面 另一个角度来分析 就是 以发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就是刚才有个 全球幸福指数的民调 就是说到 居然 发展中国家 是比以发展国家 那会不会反过来说 就是 发展中国家 就会有建设和泡沫 务实就会有幸福 而那些 以发展国家 就没得让他们发梦 要面对 定了的成绩表 而他们 就没有幸福 而好像 全球 28个主要国家 对自己政府的信任度一样 就是 居然 发展中国家 比以发展中国家 所以其实 说到最后 我自己都是觉得 以发展国家迷惑人心 导致他们全部 不是生产 妄自尊大 这些根本就是令到他们深圳扭曲 制造了劣质的民主 劣质的支持度 那么 我们说笑 就说到这里 轻轻松松 现在说一些严肃认真一点的东西 就是 要带出西方的劣质民主 就不只是我空口说白话这么简单 不是说我说他劣质就劣质 以个事实的真凭实据 就不可以好像西方那样 确确弄 不吻我们新疆和西藏的情况 空口说完白话就当是 最近 CGTN 中国环球电视网 推出了一个重量级的纪录片节目 3月27号至4月1号 就有播放的 大家其实在网上没找都找得到 大家不妨也找一下 我很建议大家看一下 一年六集的纪录片 美国民主系统性的问题 如何影响全球 打这些关键字来搜寻一下 一定会让你找得到 这六集纪录片 一年六集 就是揭示了美国 对内和对外 如何劣迹斑斑 六个不同最大的主题 看到 我们新潮民 拍案叫绝 所以我一定要为大家 续集来讲一讲 因为 大家如果听了新潮民这几年 不难看得到 这六个主题 都是但凡我们报道 关于美国那边的新闻的时候 都会提到 为大家分析一番 的六大祸害 而这些祸害 不是天降 是人为 而且是 美国政府有心为之 第一大头的那一集 马上就马上给大家看一些刺激的东西 第一集就是说到美国的私有炮失控问题 如何造成社会深层的危机和矛盾 而有这些美国的私有炮问题 背后不为人知的事实 这一集节目 就说到美国有个宪法 的第二条 就是 大家都可以 拥有私有炮 而美国很多人 都当这些私有炮 奉若神明 觉得 这是自己 生出来的 权利 差一点还没传改圣经 对美国人来说 是圣经经文的 对美国人来说 这个重头的第一集 就已经揭示了美国的 那些 产生同好会 和美国的政界政党 政客的利益输送 和军工企业的利益输送 还有 如何 这些产生同好会 其实就是 大票仓 这些同好会会有一个系统 就是和他们的会员 会有交流的橙色的卡 来告诉会员 哪些候选人 是支持美国的 宪法第二条 哪些是不支持 简单说 哪些是支持他们 拥有自己的工具 哪些是不支持的时候 他们就会拔 哪些人 还有 美国 在这个 警察执行职务的时候 怎么决定 对着 犯人或者疑犯 会不会清空自己的 连指甲 一吠就吠了 整个弹甲 再保弹甲 再吠 原来美国在司法界 就有一条公共责任的法规 就是只要 影察 在执行职务的时候 以保护自己的名义 你可以任吠 但是这也说到 那些警察缩骨的一面 就是面对真真正正的危机 来说2011年 纽约地铁 一件事 大家看节目就会知道了 还有 刚刚新鲜鬼热 去年2022年 有个德萨斯州的小学 大家看到 非常咬牙切齿 因为警员在一个小巷外围 散步度步 繞扬了一个多小时才肯进去 这些警察的不作为 全部都会起 这个第一集 美国私有炮反立问题 就是失控问题 以及警察不作为问题 以及乱用炮的问题 全部揭示给大家 第二集 也很厉害 高潮一浪之一浪 第一集说完美国私有炮问题 第二集当然是说美国 最大的特产 就是这个 乱吃非发开心药的问题 美国的药品问题 如何反烂到 难以回头 第二集的主题就是这样 就是说美国 现在 这个世界还是第一大国 我们不讨论 可圈可点 但是有一样 就是美国绝对是这个世界第一大国 这个地位没得拗 就是第一大的药国 还是非法的 不仅是出产 和交易 和消费的大国 里面有大量的美国人 天天 都是早午晚三餐 除了吃合法的药 也要吃非法的药 里面 CGTN这个重头戏 就是访问了美国很多家庭 很多是因为 戀食药 或者是 环境身处于 戀食药交易的热点 而导致他们的家庭问题 其实是挺惨的 但是这些全部都是美国 实实在在的情况发生 美国如何利用这些 非法的药物 来到交易渠道 来到迷惑人心 毫毒人心之余 甚至帮助他们政治 在2020年 大家都知道2020年底 就是拜老头和特朗普的大战 但是在11月的时候 江州居然推出了109和110的法案 就是使得 社会上大家说得出的最硬 那些非法的开心药 全部合法化了 合法化的原因 就是因为 为什么可以帮助他们取得多些选票 从事这些行业的人 和喜欢 以此为嗜好的人 就可以取得他们的票 纽约那边 也随即很快就有 对这些 天麻植物 合法化 而大家都知道 火麻人 就是 在西方世界的文明来说 就是 你走这条路的 闸口 你过了这个闸口 你就会越吃越垮了 所以第二集就是说美国这些问题 我真的很期待 就是 进一步会揭示 美国无论是私有炮 和非法开心药 都是用来清洗 和迷惑低端人口 我很期待 CGTN 会真的用这个角度来补一补 但是大家以为 一连两集都说了美国最关键的社会问题 之后就没有高潮 大家 实在是太过看轻美国了 不是看轻CGTN 是看轻美国 美国的恶冠满营 实在是 这些对内的问题 都是小疑惑 第三集就是说美国的司法不公平 如何掩饰他们地下的利益输送 利益的生产链 大家可能一说到司法不公平 可能大家想到就是 法律就是有钱人的工具 那些穷人就请不起律师 所以就得不到公平的对待这些东西 这些都对 但是不止说这些东西 他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欲中的情况 说美国的私营 无论是收押和牢狱的经营 因为如果大家熟悉美国的情况都知道 美国的私营收押和牢狱的经营 其实是一个产业 甚至可以上市 有政客来背书和支持 也和社会经济挂勾 因为里面有大量的劳动力 里面可以逼那些东西 被困住的那些人 那些监等 来逼他们做事 甚至会因为美国最近经济需要什么人才的时候 就会加强了对哪些有关的法律 的监管 就拉多些人来坐 那里面就让他们免费打工 几近免费 因为极度不好 所以其实 当美国是这样冤枉 新疆和西藏那边 说逼人做事的时候 美国才是真真正正的 有这些刑 来逼人做事的刑 其实就是美国的私营牢狱 还有里面 有很多野蛮的传统 例如说里面怎样 令到那些囚犯一年一度 都要玩一些斗牛比赛 或者困了那些人的这些格斗大赛 原来 无论是台面和台底 都为美国的这些私营的 牢狱所 带来数以百万计 千万计 美元 的收入 因为甚至有博彩 而对内就这样 简直是 劣迹斑斑 简直可以说是不知所为 而对外也不好 因为联合国在2021年那时候 就有禁止满清十大那些 严刑敲问的委员会 这些人权理事会就说了 美国有一个很严重的情况 就是那些中情A局 对外有很多暗基地 就任意来困住自己的敌人 甚至里面有那些高级的盘问技巧 其实就是满清十大的盘问技巧 但是美国一直以来 都拒绝配合调查 因为为什么 说这些是国家机密 那就可以 没人敢用美国 这一集就提升到这个高度 那说了一年 一二三集 都说了美国对内的问题 到了四五六集就说美国输出的问题 到了第四集就说 美国如何本土的贫富差距 但是如何使得 穷人永远没有出头天 制度化 固有化 美国现在 是世界四分一的亿万富豪 都在美国 但是美国也有 十分一的国民 是生活在这个贫穷线下 但是美国依然冷利 表面上灌溉满精华 但是其实里面 就极尽人性的扭曲 甚至这个世界肆虐全球 肺的肺病 这三年的病情 将这些问题 放大化 美国出了很多救济 很多资金 但是其实这些全部 落在资本家和股市那里 连美国自己的议员都说 因为病情 美国推出了美国史上最大的企业救济 但是也是 史上最小的约束 就是说这些钱全部 都不是落在真正有需要的人手上 美国2008年那时候 出了一帮 爆煲大案 大家知道 2008年那时候 但是美国当时 已经开了这个 无效救济的先例 纽约州长说 就是 那些所谓 对银行的救济 全部都落在银行的员工 对这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对这些一夜之间 房产严重贬值的人 其实 就完全 就没有落到他们 没有帮到他们 而这些救济的钱是什么 全部都是 美国的纳税人 给的 所以第四集 就是说着美国的贫富问题 以及 所谓的 资本自由 背后的资本贪婪 精英 对这个社会的其他人的欺负 以及那些亿万富豪 和政客之间 互相包庇 互相挂勾 和我们中国扶贫攻坚的主意完全是相反的 第五集就是说到美国 如何用长臂管核 如何永无优质地影响全世界 大家看得出高度已经越来越高了 到第五集 就是美国不断将矛盾 输出外流 自己国内的法 美国国内法就当成国外法 对其他别国进行制裁 甚至收割 由阿尔斯通 华为 甚至对 敘利亚和古巴的制裁 都看得到美国将自己的司法 甚至将它工具化 工具化 来影响全世界 第六集 最后一集 就是说最新鲜滚热烂 就是美国 在这个世界不停地发动 纷纷扰扰战士 所衍生出来的问题 就是大量的人流离失所的问题 这些困难之人 因为他们颠配流离 美国一直以来觉得 隔着整个海 没有来涌到他那里 就要等欧洲人自己买单 以为是这样 但谁知道其实不是 其实不经不国 美国每年 由2018年到现在 每年都有几十万人 是透过中美洲的三角地带 潜入美国 也在影响着美国 美国在这个世界 尤其是中东地方 发动的纷纷扰扰 阿富汗 伊朗 伊拉克利比亚 问问题 去到什么时候 就变成一个严重的人道问题 就是 在2022年最新鲜滚热 就是刚刚共和党那边有大量的人 将一车车的移民 一车车 或者一机机的人 送去 民主党那边的政客 他们的家 在赫甘黎的家门口 可能我们看新闻的时候 都很笼统地看这个现象 但是这个纪录片 他拍着这些 颠配流离的人 其实他们是没办法 才要寻求更加好的生活 他们在严寒的风雪底下 被人一车车送去一个 他们都不知道 怎样落脚的地方 被人骗了过去 有脑有乱 有小蚊 他们失缩一角 在飞寒交迫底下 被美国的政客 变成了两党的斗争工具 拿来做新闻 其实他们是非常非常之惨 我见游联 而这个 就是美国 如何在这个世界 发动战事 纷纷意料 造成 在欧洲大量的颠配流离的人 而美国自己本土对颠配流离的人 也都是一点都不手远 非常之心狠手难 这样来欺负那些老人和小蚊 所以总括而言 这六集 我非常之建议大家一定要 开来看 可以讲一下 浓缩版的美国 劣迹斑斑的问题 为什么这个世界 只要没有了美国 就会世界和平 看完这六集 你就完全明白了 由这个亿万富豪 和政客的勾结 去到这些大药商 去到对这个 黑人的问题 律师就跪一跪 私营的监狱其实就是 集中的逼人做事 劳动力的生产 大工厂 濫用制裁 欺负 这个世界其他国家 不断割韭菜 导致 越来越少人投资美国 导致美国 现在大家都 说得很兴盒合 的这个银行倒闭问题 怎样带出 其实我们中国如今 走出来 要主持公道 和 带领这个世界走向和平 就突出了我们 这个世界的角色 很多人 就常在这儿 担心国际 和担心了解人性的说 所谓人心不足 美国做了霸权之后 自然 当你有绝对的霸权 就有绝对的 心狠手难 难保有一天 中国不会这样的 如果中国都做了这个世界 领导者的时候 难保他 戀赞权位 都不会做 什么 心狠手难的 因为历史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 太远的我们不要说 也不要 冷清晰 还有不要冷理性 总之中国开国以来 就没有美国这些 联席办 没有做过 也没有发动过 纷纷扰扰和战事 所谓 往迹 is everything 看往迹就代表一切 美国的往迹 就一年六集看得到 中国 这些问题全部都没有 所以如果要投注要落注 就算理性而言 我都宁愿投注在中国 在中国的前途身上 起码中国现在目前为止 都是为这个世界 不同的发展作国家 带来建设和和平 带来 order 和安稳 如果的往迹而言 讲理性而言 我宁愿投资在 中国身上 再加上 我自己本身是中国人 我当然是站在中国这边 所以总括而言 如果你说 为什么中国人 生起中国的 幸福指数高 和对自己政府信任 绝对不是盲撑 绝对不是盲目依附 是有数计的 等于美国人 对自己美国的政治 和社会失望 也是有职可承 接着我们就讲 运输输近年就着 电动滑板车 电动单车 展开了一些研究的工作 看看可不可以 透过立法规管 安全地使用 虽然现在我们在街上 偶尔都会看到 这一类的产品 但是 这些是不合法在街上走的 这一类的产品是有什么呢 首先就是电动单车 不是我们路面看到的 电单车 而真真正正是一辆单车 但是用电的单车 这一类产品 就没问题 透过立法的工作 对使用者来制定一些规限的话 他就可以合法地 在指定的路面上走的 另外还有其他产品 都是个人的电动移动工具 有什么呢 有电动滑板车 还有电动平衡车 平衡车和滑板车有什么分别呢 滑板车通常是透过手柄 就像开电单车那样 领油他就会去 但平衡车不同 平衡车要靠 站在平衡车上的人身体向前倾来驱动 而他是怎么杀制的呢 就是透过使用者 站在平衡车上身体向后倾 接着电动平衡车 透过你的反应 来判断你想加速还是减速 这样来杀停车 当然这类车安全就成问题了 因为如果人失了平衡 就会很容易发生意外 还有另外一种研究的对象 就是电动单轮车 俗称的风火轮 风火轮可能的原理 就跟平衡车一样 都要靠个人的身体向前倾向后倾 但是就比那些普通平衡车更加危险的地方是什么呢 风火轮是单轮的 所以在街上走的时候 非常危险 只要遇上一条粗心大意的公路 和一个湿滑的司机 就会发生非常严重的意外 所以在运输署初步的资料里面 这几种的电动个人移动工具 就只有电动单车 和电动滑板车 是有望在年底合法化的 因为这两样除了在控制上 比较容易和安全驾驶之外 同时间这两种工具的设计 都是比较容易在车头和车尾 装上一些 发光的装置 而风火轮 或者平衡车 除了难控制 还装不到那些头尾灯 如果一旦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车 合法化 可以在今年年底完成 也不是可以到处使用 因为要在一些指定的地方使用 例如指定的单车径 像在将军澳的海滨 或者是吐露港的白石角附近 这样才可以来到使用 就绝对不能够 在行人路或者普通 车来车往的马路上使用 但是就算到时合法化了 是这么清晰的使用范围也好 相信一定还会有些人 不会这么听话 只是在那个范围里面用 再加上 近年以来 送外买的行业 又这么兴盛 大家想想 在我们一何之隔的深圳 就有把我们看了 平时我们也经常说 内地有什么好 但是有一件事 我们要警惕的就是 想到深圳在行人路上行驶的时候 由于外卖员太多 再加上外卖员所骑行到的电瓶车 或者是电动滑板车 就在行人路上逛 所以如果一旦我们香港都解禁了这些电动移动工具 到时候很有可能 就会有很多外卖员 为了贪方便 就会利用这种电动移动工具 来换食 而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近年以来有不少的走水事件 都是因为一些不合规格的电子产品 充电的时候发生的 那些不合规格的电子产品 通常我们会叫做山寨货 而且都是未经过基电署的审批 不可以合法地在我们香港销售 只可以是偷偷摸摸地买的那些产品 往往都是有着这种点着的风险 到时候会有多少不合乎标准的电动单车 或者电动滑板车 是会在我们香港市面上 来到行驶的 但是他们在充电的时候 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造工粗糙 等等的劣质问题 就会电池过热因而烧着 所以到时候 怎样令到市民拿出街玩的电动单车 或者电动滑板车 是合乎规格 又或者不用那些山寨货 为着这些问题 我建议如果运输署研究的话 可以参考现在我们香港规管无人机的做法 因为现在在新的法例生效之下 在我们香港 来到放飞的无人机 每一部都要上到政府的一站通 来到登记那部无人机的型号 就是为无人机拿回身份 然后放飞无人机的人 也要在一站通来登记 既然政府本身已经弄了这个一站通出来 在无人机的安排上 又已经有了这种经验 如果这些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车 到时候真的合法的话 就当它无人机 你要用不是不行 为你的产品 去到登记 然后登记了 再贴在车里面 到时候出街 遇上警察查身份证的时候 可以看看你的个人移动工具合不合法 如果是这样的话 相信会对那些 用山寨版的电动滑板车 或者是电动单车 那些贪平的用家来说 是会起到一个阻碍的作用 而且还有一个规限 就说到 这一类的产品 要限定它的时速 最高不可以超过25公里 但是大家想一下 25公里是一个什么概念 平时我们走路的时速 一小时就是几公里 甚至乎有些人走得慢的话 时速是一至两公里 而在田径赛里面 好像是保特这些世界纪录者 跑到好像他这么快 就大概是时速60左右 但是保特已经很快了 我们平常人不可以跟他比 但是这个已经是人类的极限 时速25 都接近有保特一半那么快 其实也是非常危险的 就不要说骑着单车 或者骑着滑板车 就算不骑着这些工具 一个人跑到这么快撞起来 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轻质都飞开几丈远 重质还会断几条银骨 所以这个最高的时速限制 去到25的时候 我觉得有关当局是需要 将这个时速限制 再研究清楚 看看有没有需要 将这个时速限制 降低一点 来到减低发生意外的时候 所产生到的伤害 但是就算是不降低 这个时速限制 照现在所说到的25公里 一小时 市面上 现存 在市民手中 所拥有到的 电动滑板车 或者电动单车 可能已经是不合乎这个标准的了 所以我们更加需要 将来如果真的合法化 在街上所用到的这些产品 一定要有根有具 有得查才行 不然 就会有很多人 如目昏珠 另外就是 电动单车 也是单车 相信应该到时用起来的时候 跟单车一样 踩着它 一定要戴头盔 因为你要威力 而电动滑板车 都应该跟着这个规矩 一定要戴头盔 才可以上路 以及到时真的合法化的时候 就像之前所说的 先开放将军澳和白石角两条单车径来试行 看看当中会发生什么问题 以这些经验 来修改对这些电动移动产品的限制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这里 临结束之前提提大家的 记得做齐新潮民三宝 还有的就是分享 赞好留言 订阅 新潮民频道 新潮民2.0频道 以及我们的Facebook专页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 拜拜